汪小飞一向是公认的重远黄默,经常在微博晒女儿的日常,之前有提到儿子,大家都调喊说,儿子是重化费送的吧。 早前汪小飞在微博派出一组带自女友海洋馆的照片,结果被发现只抱女儿不管儿子,而在最新一期幸福单重奏里,汪小飞再次将自己重女性男的本性表露得淋漓尽致,看完只想说一句,心疼小西林汪小飞儿子名字。 节目里,小S问王小飞是不是很想念小悦儿,小飞回答说,我想带悦儿一起来这,嗯,两人都不约儿童的选择性,忽略掉弟弟小西林。 接着帮小飞忍不住拿出手机,向小S展示女儿的照片,还一脸骄傲的夸小悦儿董事,跟他们说母亲节快乐,节目五月份录制,最终还是小S看不过眼。 问,那林儿呢?结果汪小飞接了一句,林儿好好笑,原来前一天是小西林的生日,五月十四日,结果被小悦儿喧兵夺主,让她以为是姐姐生日,听完小S忍不住说,怎么那么可怜,而汪小飞呢? 在旁边笑弯了腰,再次心疼小西林,小S认真的问汪小飞,你现在有比较爱你儿子吗? 汪小飞先是说,我一直都很爱我儿子,然后再补了一句,但我还是比较爱我女儿。 听到老公这句话,大S都忍不住笑了。 汪小飞解释说,对待儿子女儿的情感是不一样的。 如果女儿摔了跟头,作为父亲会特别伤心难过,但如果儿子摔了哭了,他就特别不开心,觉得男孩子应该有点骨气,有什么好哭的。 其实之前汪小飞就在微博上解释过,说爱都一样,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,儿子是要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意义的人,而女儿就是我的人。 汪小飞说的确实有道理,对于子女就应该采取个性化教育,这不是偏心,更不是什么重女性难。